西村一家太爱泡澡了 即使要走下像是通往地狱的陡峭楼梯 也要每天和螃蟹抢一室 但是这个男人看不下去了 决定挺身而出 为西村一家打造更好的救育环境 服务员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打量房子外观 看着像是普通老婆小 总面积只有28平米 但是进门每两步就有一个坑等他跳 还有最里面的厨房也不简单 竟然锯掉了柱子塞冰箱 你家添花板同意吗 冰箱这港顶的也很艰难 往旁边一扭直接就可以整退休 蒲原不相信非得再瞅瞅看 这一看不得了 我家居然有跨 原来西村家横跨在以前的低房上 背面看比正面多一层 偷出了半个副一楼上厕所洗澡 左边的浴室很小很窄 放蒲原进去试试 只能选择屈膝泡澡 唯一的厕所和洗衣机也在下面 西村太太每次带着孩子上下攀爬 危险系数五颗星 通往二楼的楼梯也一样危险 够斗也够窄 没有楼梯间暂缓 必须一步跨进二楼房间 没经验的蒲原满脸股像 臣妾暂时做不到 为了未来孩子能安心成长 西村夫妻拿出1200万日元准备改造 蒲原顺利接单 专业偷家队出场 上下两段楼梯威力巨大 直接把小男人按到0.5倍速 柱子上方的冰箱搬走 整个家的洞线也变得清晰了 一下子就能发现半地下 小男人合力偷家 不大的房子顺利清空 在拆迁队动手之前 胡云害怕动静太大整他房子 计划先搬进几个木头 倾斜固定房子框架 然后给无辜被拒的半截柱子 放上铁柱进行支撑 拆迁队就能大刀阔斧地往里干了 该敲的敲该砸的砸 多拆一件就加餐 困扰西村家多年的浴室最好拆 三两下就抬走个浴缸 接下来是两个斗翘的楼梯 师傅上手摇两下十分钟搞定 房子拆到最后只剩骨架 怪异的半地下结构 胡云看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能在这种地方 盖房子的事得很 虽然在石墙上 已经使用了水泥加墙 但是依然有倒塌的风险 墙面上的裂痕就是警告 外墙全部使用水泥砖也不是办法 缺少了钢筋还是外墙中干 一场轻微的地震就可能把房子整塌 让房子站稳脚跟还是重中之重 胡云找到一根大长柱 靠墙横放固定在原有的柱子上 对面墙壁同样钉上另一根 扑出墙外的部分使用铁柱支撑 让两根大长柱向粗壮的手臂拖住房子 再一股作气解散半地下的水泥墙 让三分之一的房子悬浮空中 接着逃来像紫菜一样的特殊软垫 铺贴在凹凸不平的岩壁上 让渗出墙面的小水珠 顺着软垫流到地面 解决室内湿气问题 然后再被打掉的墙四周架上方形木板 灌入大量水泥 打造出坚固的钢筋水泥墙 当然 需要在墙壁上搭建支撑二楼的地基也没忘 再连接所有的柱子和底座 稳固的地板就有了 下一步师傅准备铺设泡沫板 给整个房子做隔热 东暖夏凉妥妥的 通往二楼的楼梯 蒲原贴心地改成了平缓的螺旋梯 为以后孩子学走路做好准备 逼进玄关的大坑 蒲原嫌不够大 向前扩展出一条走廊 直接通往半地下 这回的半地下 蒲原准备正经做储堂 两扇换气窗都提前装好了 从屋内走到屋外 西村太太可以直接带孩子去北侧的公园耍 二楼拆除了所有隔间 打开格局还不够 蒲原顺便又给西村家偷出了一间小的楼 蒲原外出打卡家具厂 又到了手工时间 收获两张梳子状的大硬板 另一边施工现场运来了大批家具 大厢小厢现场组装 是蒲原原创的系统式厨房 此外还有像楼梯一样的特色家具 全都是采用环保的卖杆制的 蒲原特意把餐厅设置南边 和隔着楼梯的厨房面对面 让西村太太可以随时注意孩子的动向 快乐又安心地做菜 客厅的收纳设计成半段楼梯 下半段伸缩楼梯 使用梳子状硬板和抽屉巧妙结合 一举两得 配合像树叉一样的扶手 轻轻松松就能上阁楼 改造来到尾声 楼梯侧面封上了相同形状的亚克力板 让楼梯下的空间能有效孕孕 地下室的上方是西村夫妻的卧室 蒲原有点子想法 让师傅切割出一个方形洞 装上特制的绳梯 夫妻俩可以直接进入地下室 闲着没事就爬着玩 最后再给旋转楼梯加装扶手 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来欣赏房屋全貌 黑色的外墙加入了横木条点缀 简约又时尚 往里瞅是一条水泥长廊 贯彻整间屋子 夫妻原创的大门 细心设置了钥匙挂钩收报箱 还有三个小收纳 玄关右侧是大容量鞋柜 旁边还可以放娃娃车 大厅下的高低叉 夫妻也设计了三个大抽屉 亚克力版做的拉门很优秀 不用开门 打开上段部分就能通风换气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也装上了挡板 让夫妻俩没有后顾之忧 成为螃蟹栖息地的地下室 经过多次厨师加工后 成功变身成了储藏室 楼梯下方还可以抽出五个错层储物柜 平时走腻了楼梯 试试方便又好玩的绳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方一楼对应的是沉稳大气的夫妻房 侧面内欠大容量收纳柜可以放棉被 通往二楼的楼梯下则是设置成了大型衣柜 出门左拐就是卫生间 对面是用旧楼梯打造的鞋架 刚刚好够用 螺旋楼梯下方也增设了隐藏抽屉做收纳 隔壁是预留给孩子的儿童房 现在先让给西村先生做书房 客餐厅被设置在采光充足的二楼 拉开阳台的折叠窗 可以直接眺望公园的景色 螺旋楼梯上方也设置了挡板 西村太太可以在旁边放心做菜 所有的餐具柜 都是夫妻俩喜欢的复古风 收纳功能非常完善 还有用旧柱子改造的调味料价 厨房旁边是可以进行家务的操作台 拉出下方的柜子组合成儿童椅 配合流理台旁边的旋转桌 固定好滑轮 就是孩子专属的餐桌 往外走是洗衣量晒区 左转浴室压皱出场 夫妻俩再也找不到免费的海鲜了 上方设有干燥机 下雨天就把衣服膜屋子里晒 28平米昭和小屋挑战圆满成功 改造费剩下90日元 一家三口时隔四个月重返家园 才看到玄关就挪不动步了 28个四国一 都难以表达西村先生的激动 对着蒲原一顿夸 成功让蒲原裂出了大营芽 夫妻俩对未来的育娃生活更加期待了